刀龍 我們常常會跟大家聊說 哪一間店是很有傳統 對不對 除了招牌寫說 從哪一年開始 或祖傳幾代之外 是不是很多事情它是有機可群的 有機可群 妳都怎麼去判斷它 通常大家都是可能問長輩 他們以前小時候吃什麼 他說現在如果店家還開著 那就聲音又很好 來 就是這家 這家呢 講祖傳三代 對 所謂的祖傳 現在它有很多的祖傳 譬如說味道上的祖傳 風調方法的祖傳 對不對 還有一些道具的祖傳 妳現在走上去看 原來哪個地方讓妳覺得很神奇 拿著那一隻 那是什麼 一般我們都是用勺子在勺 對不對 但那一個應該是傳下來的 大姐 妳這片用多久了 這可以用三個月至半年 三個月至半年 對 那這個東西叫什麼 厚魚 感覺叫好長 厚魚叫好卡 它就有個像鐵甲魚那個樣子 圓圓的這樣子 它有一片 為什麼妳要用這個草 這樣的弧度剛好來咬的話 剛剛好 你看 它這個弧度剛好 對 借我看一下好不好 好 我知道這是 這可以說它是什麼 它應該說它是傳統的 橡皮刮刀的感覺 對 它的這個弧度 這個魚是這個樣子 因為它耐熱 它自己也有改 而且它耐熱 它改這邊弄一個塑膠套 對 對不對 然後它在炒的時候 這個弧度就剛剛好 很聰明耶 我跟你講 聰明的 我跟你講 很多這些老練才看得到 而且這開很快 所以你們是賣炒麵吧 對不對 對 我們是賣 蚵仔炒麵 蚵仔炒麵是不是 對 好 我來個蚵仔炒麵 妳呢 肉跟蚵仔 妳可以借我拌一下嗎 好 來 給妳拌吧 來 給妳拌 給妳拌 還是要 對 左右這樣 它這每個剛好就是弧度 對啊 但是我阿嬤 講好炒是一生的方法 這樣嗎 我們去哪裡已經七十年以上了 我是第三代了 這樣剝有沒有一次量這麼多 對 對不對 你如果換成這個 它一次量就這麼多了 不好炒 不會 副總來試一下 對 對 它也是熟絲 它也是熟絲 你讓它保險 看妳的 有沒有 是不是剛好那個角度 弧度剛好 那就像我們點心在用刮刀 刮刀一樣 在拌麵褲 但是刮刀沒有這個弧度 沒有 沒有這個弧度 不會 不會軟 它有一點點的 那個硬度剛剛 對 有一點點的彈性 所以它在翻的時候 剛好可以壓下去之後翻起來 好 老闆娘要崩潰了 妳剛才買的 對 不會吧 妳看這個老闆娘會緊在一組小往前衝刺的人 不會不會不會 許多文化的產生都是一個意外 以前在彰化的方圓沿海 經常性的補貨厚 這些魚飯來到惡林市場之後 把不要的殼堆在一邊 第一代的老闆娘覺得浪費 就拿來當成湯勺炒麵 沒想到不經神力 還打響了名氣喔 好 現在就來吃這碗麵 其實這樣的炒麵我也沒吃過 沒有 它是炒麵嗎 對 炒麵很濕 如果是早餐吃這個就對了 好 因為它沒有那麼的 經濟那麼重 比較好消化 早上就開了 很滑透耶 舒服 它就是 你如果說一般我們在吃麵的 的邏輯 就是你的嗜好的話 你會覺得這個麵吃起來 糊糊爛爛的 它一到十的話 它差不多是在六左右的 它這個應該比較像叫微麵吧 它應該不能說它是炒麵 沒有這樣完全微 但是邏輯是微麵沒錯 對 邏輯是微麵 如果你喜歡吃吃軟口感的麵 絕對不能錯過這盤炒麵 我發現到這個後殼的作用 除了省力之外 更能夠讓調味料拌得更均勻 好的 吃完麵 我這個攤絲軀 突然又被一陣香氣給吸引了 稀粿喔 稀粿 稀粿 稀粿這樣嗎 對 對 我先這個 我先這個叫做酷仔粿 酷仔粿 我們現在就叫酷仔粿 酷仔粿 對嗎 好 我要酷仔粿 蚵仔麵跟蚵仔 蚵仔麵 米糕 米糕 對 火雞 那要什麼 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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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韭菜條 菇菜條 韭菜條 菇菜條 菇菜味 好 好 我現在是媽媽在賬嗎 對 她在賬 我看都在賬 我媽媽在賬 你倒給我 好 八十二歲了 八十二歲 我們這間 幾百年了 對啊 百年了 所以以前的進一櫃 應該說是當時的麥當勞 可以這麼多 就很多人在做 所以那時候我們在 有一些進一櫃留下來 都是歷史很悠久的 這間把我吸引過來的炸櫃店 可是在地的代表性小吃 先不說它的歷史悠久 光是從炸過的火候跟油泡量 我就可以感受到 這間老店的炸工不簡單 不過更讓我受不了的是 這裡的蚵蝶 竟然有三種不同口味 這不是一族使人發胖嗎 來 吃 好 先從這個 這個它裡面是有肉跟帶蚵仔的 口感蝶 但你覺得好吃的 怎麼去評斷它好吃 好吃 第一個 對 對 最後在裡面的餡 看是皮 薑多還是餡多 還有呢 差不多這樣 對 就是好不好吃了 所以大家決定 這個 你講了這兩個都成立 但還有一個是更重要 哪一個 裡面的蔬菜不能濕軟 它的脆度還要讚 因為這是證明它的功力 先吃個原汁原味 一點都不油 水 一點都不覺得油膩 它的肉 因為它帶點肉汁 對不對 它裡面的鵝 真的是裡面的配菜 一個鮮度的來源 這會真的最想講的 外表香酥碎 裡頭豬開胃 就是這個意思 好不好 妳有點地瓜嗎 有 地瓜 芋頭 為什麼要跟一個小人說 要錄影 妳不要吃個炒地瓜芋頭 沒有 真的假的 台北的都是剉腔的 它芋頭也是剉腔的 沒有 整塊的 這整塊的 好 我先吃地瓜 鬆 這真的滿厲害的 它地瓜切片 生地瓜它會炸 這樣炸到外面的顏色酥脆 但是裡面的地瓜 剛好熟地鬆軟 這厲害 有沒有 其實說真的 反而炸豆腐在這家庭 就沒有特別的細節 你看 它什麼東西都可以炸得那麼好 炸所以我對他來說難嗎 不難 對不對 很燙 它最厲害的 其實就這麼簡單 不含油 沒吃以外 要知道炸東西不吃油這一點 不僅時間要拿捏得宜 起鍋的溫度更是要精確 除此之外 連粉漿的濃稠比例 都在考驗廚師們的功力 吃了這個脆口多汁的菜 褲子茶 讓我更期待其他的登場 客人 褲褲 但我真的必須是說 他們家的褲褲比較大 比較寬吧 寬扁 我們家是比較厚 比較小顆 用的湯匙不一樣 但寬扁的話 炸的時間會比較短 聞起來就很香 裡面都是水 你看 對啊 對 那你可能會以為 裡面都是水 怎麼可以這樣 外面這麼乾 外面這麼乾 所以你知道它這個保護膜 保護得多好 對 好吃 就是這種味道 從八、九十年、一百年 味道都不會變 真的是有傳承、有差 味道都可以保留下來 沒有 雖然它的食材不同 但它最主要都是用炸的 所以光是練炸這邊的東西 這個功夫都要練多久 那你這樣懂炸的原理 再加上一個好的漿 你不去改變它 其實所有的東西 都是有辦法可以傳承 這道褲褲子 首先是香氣濃郁的脆皮入口 接下來是滿滿的褲子 鮮甜直衝腦門 只能說舒服 水路雙雄的比賽 這邊是水 就是我負責的地方 我跟妳說 這褲人家不得了 它養的這個東西有多大 養什麼 我飛上去你就知道 上 有沒有看到 赤盆大 那擠甲地的 大到用空拍器 才知道它有多大 因為你肉也是看不到的 它在水裡面 是不是 你要小心 因為你要輔助我 去抓這個東西 抓什麼 它會夾人 怎麼聽才能夾人 我來了 你是不是隱約有看到什麼 現在又沒有了 但隱約有看到對不對 有 千萬不要以為這是釣蝦腸 它不是釣蝦腸的 這是養蝦的地方 好不好 這一次我抽到這個食材 對我來說 是如虎添翼 我是愛吃蝦 我也喜歡 是不是 但是不重要 來 這位很驕傲的朋友 很少人把驕傲寫在自己身上 我屏東我驕傲 在台灣 養這個所謂的泰國蝦 多不多 很多 我們屏東比較高速 岩母整個站的圈套的八成以上 來,你來看它 剛剛那個那麼深裡面 是不是也有泰國蝦 對啊 那為什麼這邊變這麼淺 因為等一下你們要下去撈 我們要下去撈 對啊 我第一次遇到受訪者 這麼直接的邀約這樣 在外面你們都有幾甲在養蝦 我們有十指甲 十指甲 那為什麼十指甲的蝦子 沒在那邊撈 為什麼要在這邊撈 我們這邊有 我們這是SPA廠 SPA廠 什麼意思 因為我們泰國蝦它是淡水的 我們進來這個廠之後 我們用海水 然後促進它的消化 它不會驕傲嗎 這就是技術 我懂了 難怪我驕傲 對 對 所以它外面是淡水 因為我們知道泰國蝦是淡水蝦 對不對 但在這邊變成是海水 對啊 然後讓它 不是純淡水 是半淡海水 有 就有點像那個羊 那個虱目魚一樣 對 然後 土砂 我們不是土砂 我們這個要幫它排鮮 那個藏尼 那些 好像我在吃泰國蝦 很少吃到藏尼 它都在投 但我都吸得很認真 我那以為把營養都吸進去了 把飼料也吸進去了 飼料也吸進去了 但是妳吃泰國蝦什麼吃 妳先把殼扳開來 它就會有 它就會有一 它就是有一塊像黃的東西 那是蝦 那是紅頭 軟的 那就是把紅頭吃掉就好了 是這樣吧 有 又沒有吃到糕了 可是妳不是說那個 髒東西在前面 我就不會 難怪 他驕傲 對不對 來 下去 我把 就什麼 要不是有雨鞋還是什麼 有雨鞋的 有雨鞋怕什麼 我雨鞋呢 忘記帶了 還有忘記帶這件事情 真的 等一下 我啊 等一下 妳也沒有 沒有 我通常沒在穿的 妳沒有在穿 所以我就忘記帶妳的了 我忘記帶妳的 所以有帶我的 有啊 那就好了 那就下去了 妳不要這樣想 她剛剛說要幫我拿雨鞋 她後來說沒有 她說有帶妳的 她戴起來也是沒有 對不對 來 我下 我就下 這個我跟你說 做節目就這樣 故意穿載管的褲子 然後呢 然後為什麼妳有雨鞋在手上 我是不是她長得太漂亮了 還是要給她穿一下雨鞋 她長得太漂亮 她穿雨鞋 我就長得怎麼樣 沒有 沒有 你也可以 這位自己下去 你也可以一樣很驕傲 妳要說到一個驕傲的形象 我懂 來 妳還有一件這個可以給我穿嗎 不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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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沒關係 我就要在心裡 來 下去 她真的沒有穿雨鞋 她不會咬人嗎 會 她真的會咬 她會咬人嗎 真的嗎 妳拍她的腳 她在幹嘛 她在喇瞎子耶 他們會跑啦 他們會跑是不是 妳是要扶我是不是 會啊 我幫妳直接 扶又 她腳這樣 她腳有點滑 我從剛剛進來到這邊 我都一直被人家瞧不起 好 等一下 為什麼 它有熟的蝦子 它就是 不然是帶食的那種 大用的大用的三天嘛 所以它有最後的光天 妳有沒有覺得變好 這樣就熟了 好了 它就變好 很好 我現在請教一件事情 我最近把鞋脫了 我進在裡面 我不會只是在泡腳而已 我要做什麼 我要撈蝦 撈蝦對不對 對不對 它咬你了嗎 有 它咬了喔 差 它就是偶爾會給妳夾一下這樣 要裝哪裡 那裡嗎 裝這裡嗎 對 沒有 釣蝦我是釣了很多次 這樣撈蝦我都試一次 太感過癮了 而且又是赤腳 該妳 該我 該妳 從裡面撈出來 好 要快 為什麼 一隻滿多的 這隻 這隻好大隻喔 這是公子 公子比較大隻喔 這是公子 它熬得比較慢 而且它顏色不一樣 我在馬來西亞就是被這種咬 對 咬著這隻 這隻眼睛不斷 沒辦法給我咬 好噁心 我覺得你們蝦子很漂亮 每一隻都肥肥的 好美 因為我們的頭 就很乾淨 你看 牠的身體面都沒有雜質 那雜質是長怎樣 雜質就會有點黑黑的 它這個綠色 就是牠的已經在腦 腦內臟 是紅口的 紅口就是牠 還沒有爆蛋前牠的基礎 好 總而言之 我驕傲 是把原本淡水的泰國蝦 從養殖池裡 移到SPA之後加入海水 除了淨化泰國蝦的身體 也讓本身蝦頭裡充滿雜質 不可以吃的蝦膏 變成了不帶泥 不帶髒的東西 另外一方面 也因為三天SPA不餵食的過程 自然就淘汰了 體質虛弱的泰國蝦 如此才能夠保證 這裡出去的每一隻蝦 都是頭好壯壯 好棒棒 妳以為我驕傲還在嗎 這位 妳不是剛剛那位我驕傲吧 我是他妹妹 我驕傲請進來 妳們兩個是雙胞胎 雙胞胎 但是不像啊 可能一個是偷爆的 偷爆的 偷爆太巧了吧 因為他們餐廳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鑰匙 必須兩個人要有一個人在那邊 好 我就要去忙 所以妳今天要為我們示範 兩道菜是不是 對 我們最經典的兩道菜 我們要做什麼 第一道菜要做九丈鹽焗蝦 九丈鹽焗蝦 對 它是最普遍的版德菜 真的喔 對 來 然後首先就是 開火 先開火 然後把這個鹽 就是最普通的粗鹽 粗鹽 粗鹽把它倒進去 就好 然後再把那個蝦子把它擺進來 剛剛補起來的蝦子 稍微冰鎮過而已 還有冰 為什麼 讓它遲緩一點 要不要讓它跳 好 這樣我們就可以把它 蓋起來了 好 就這樣 非常簡單 有人可以告訴我一件事情嗎 這叫料理嗎 好 我有點安心了 我們就是 主婦級 家庭主婦級都可以做的料理 讓我理解一件事情 我剛剛看妳很慎重的 把鹽放進去之後 手抹完之後再把它放進去 對 開火 蓋子蓋子 結束 對 但是既然它現在要示範 就不是只有這樣子而已 這道想必一定很難 這道也是簡單的 無腦料理 無 很厲害就可以做好了 這個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你知道嗎 蝦好 對 很新鮮 這次先放一點蒜脆在上面 然後再放一點洋蔥 然後再擺蝦子上去 跟剛剛頭部的狀況 妳說這道菜叫蛤蜊 九真蛤蜊 九真蛤蜊蝦 所以這道菜一定很好吃 又有蛤蜊 又有蝦 這是甜甜的 又有洋蔥 又有蒜頭 那邊是九層塔跟辣椒 對 還有蔥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 乾貝粉 不要加了 不要加 夠好了 妳的蛤蜊都這麼鮮了 然後這個又這麼鮮了 好不好 答應我 好 可以 好不好 答應我 好不好 我其實很少求人家的 但因為我說真的 食材這麼好 怕什麼 好 我們這可以把它擺好一點 然後放蛤蜊下去 然後再加一點高湯 水破高湯會水 要慢慢一下 趕快蓋起來 是不是 對 慢慢一下 這個現在差不多 看起來還需要大概三分鐘左右 對不對 三分鐘後我們就回來 好 太好了 現在它已經差不多了 對不對 讓我幫妳把蓋子打開 好 感謝你 這是我們自己釀的 很香耶 好 這樣就完成了 再蓋起來是不是 讓它燜一下 大概一分鐘 好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你再打開 就會聞到一股很濃的香氣 好香濕哦 來 開始 腳底要特寫的 要特寫哦 特寫哦 接特寫嗎 你不知道食物不等人嗎 不是 我們就夾這邊 你就拍這一段 好不好 有了 食物不等人的沒辦法 也不是說那個對不對 你看裡面都是乾淨的有沒有 它不會黑黑或綠綠的 就是標榜我們海水是霸燒的 說吃蝦會過敏 來吃我們這蝦子都不會 就不要亂講話好不好 會過敏它就是會過敏 沒有 你告訴你 吃蝦人的過敏給我麻煩大 其實要講你的兩種過敏 一個是對甲殼素過敏 所以本身就是這個甲殼素 對 那個吃的就是沒辦法 還有一種呢 它就是對裡面這個殘留的 抗生素 它是藥物 你這個講的就是有道理的 或是不新鮮才會過敏 因為我們這是絕對新鮮 又沒有加 又無毒 它講得很對 抗生素 很多時候很多人吃蝦子 都會認為說 我沒有辦法吃甲殼類 其實很多時候是 它第一個它不新鮮 那不用話 不用講 就是念念不好 但新鮮你還會 有的時候是因為裡面 它的抗生素上有過敏 對 抗生素 對 來 來 一個保嘴的泰國蝦 永遠是讓人家覺得 心情愉快的 它有現在特色說真的 它就是肉很Q 然後盡可能人家要吃之前 先讓觀眾看一看再吃 你現在吃完是什麼意思 清平氣和好不好 吃給大家看 它蝦的原汁原味很明顯 其實說真的 它米的飯的這些 所謂的這些漢方 是真的它的風味 但沒有強調 對 它最享受的地方 是它鼻子的香氣 好吃 很厲害 超鮮甜的 其實說真的 這樣就很好吃了 對不對 但是你還是要加 你該加的東西 好不好 來 首先先加一點香油 是 讓它有點香油的那種香氣 然後再加點鹽 然後再加一點辣椒 然後再加一點蔥段 然後再加一點辣椒 就是稍微提供一下 然後最後加一點九層湯 好 然後再稍微燜個十秒鐘 十秒了 好 下去了 對 這是來行 人家從頭開始吃 頭就是最營養的地方 最主要是你們蝦子乾淨 我不用怕吃頭 這兩道菜 真的它可以說它是無腦料理 就是蝦的本質就好 今天要煮的是油燜泰國蝦 所以說我現在裡面已經放了 蔥薑蒜進來了 裡面還有香油 沙拉油還有豬油 我陸續會怎麼樣 我會把辣椒分拼放進來 我辣椒的已經稍微煮了一下 因為如果說是乾辣椒放進來 你還沒有讓它的味道出來 辣椒就焦了 所以要花一點時間把它煮出來 然後這邊 我有準備的這些所謂的調味料 有乾草 月桂葉 綠豆蔻 小茴香 紅棗 八角 丁香 桂皮 還有花椒 炒果 一口氣全部把它往裡面 除了紅棗之外 這個時候就可以增加油的香味 這邊我會繼續炒 把辣椒味道炒出來 把薑跟蒜這些都弄進來之後 再把辣椒放進來 炒到它香味一起 這一道料理它本來裡面 就有那麼多的香料 其實它比較厲害是 它有一個東西叫十三香 十三香 對 但是因為我剛剛只用了十一香 對 因為另外的兩香 我不知道是哪兩香 是 對 這是祕密嗎 對 應該說它這邊有一個 類似像台灣的五香粉一樣 每個地方 每個地方不同 那我有我的想法 對 好 這邊我再把紅棗放進去 來一點藍椒粉 然後豆瓣醬 然後下面澄清就是紅油的狀態 鹽跟湯 比較簡單的方式是 因為它是油泡的 所以你可以把牛蛙先放進去 牛蛙就是雞肉醬可以放進去 它比較需要花時間 然後這個油 你先聞一下它的香味 香喔 香 對 這個當然比較減力 如果說是做麻辣酥的話 然後更爽脆 對 蝦 進一半 那蝦的部分呢 我稍微請他們幫我把這一節拿掉 第一 身體這樣 這樣比較容易入味 而且手比較容易熟 它經過有去脆裂這個泰國蝦 香脆它的香氣也比較好 好 接下來 要確定這次 下面沒有膠的情況是 下 水輪 好 來 沖灑進來 天啊 大方的往裡面亂灑 超級大方的 這很爽的這件事 好 我們今天的油燜大蝦 對 是油燜霜味 或是油燜霜鮮 好 接下來吃它了 隨便找一個泡在湯裡面 好 泡在溫泉汁裡面 太厲害了 來 這個來 我好開心喔 如何 好吃 我真的不吃到 我開始覺得很好吃 有一個煙燻味 對不對 拆進去 出炸了 這個很爽脆 爽脆 再吃一次 吃 這個很紅紅耶 美的 整個好像鹹肉兩邊耶 最營養就在這邊了 真的喔 這個是我們今天 在屏東這邊 把屏東一些好的食材 湊在一起 不管是水的 我們家是負著水的 水路 水路兩邊 然後 剛剛在煮的時候 還會很很緊張 跟我說沒有熟 對不對 但是 其實泰國家 剛剛好熟的時候 那個脆度很喜歡 很Q 很Q 對 肚子餓了嗎 記得按一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持續鎖定 詹姆斯的速度料理 吃飯囉 看 鞋鬼 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